老虎 来 喝咖啡了 好嘞 嫂子您别客气 您先生 您先生 谢谢 谢谢 你们聊 好好 来 坐吧 别看这嫂子 越找越年轻了 你还记得 当年咱哥俩扑灭山火的事吗 那怎么能忘呢 是你舍命替我挡住了 倒下来的树 救命是安 不能忘 你这一来就跟我提这个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看 这不愧是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我今儿找你啊 还的确有个事要麻烦你 说吧 这样啊 我公司啊 目前财务上出现点危机 这银行呢 又落井下石不给我贷款 咱们这个宝贝闺女啊 又偏偏在这个时候 又给我曝光 别问我什么时候 还这个供余商的钱款 我这面子呀 实在是搁不下呀 你说是子彤啊 这事咱就不提了 文勇啊 你看能不能给银行 实验上的压力 让他借点钱给我 老虎啊 你这是让我犯错误 你了解我 滥用职权的事我从来不干 你这可是有点知老朋友的生死于不顾了 啊 妈 回来了啊 谁来了 怪老虎 啊 他来干什么 他来干什么 老虎在告你的妆啊 说你什么 抱他什么光什么的 哎呀 怎么办呢 快进来吧 子彤 来跟你管伯伯打招呼啊 好 我不好 我的记者闺女子彤回家了 子彤啊 你那天把管伯伯给弄上电视了 那谁叫您不还人家的欠款呢 这孩子 没大没小的 老虎啊 别想怪 好 惯得不成样子了 你看咱这丫头厉害 比我那臭小子可强太多了 行了 去忙你的吧 老虎 你资金的缺口 我可以给你指条路 市里马上就要举办招商隐私会 到时候 会有大量的国际知名品牌前来与会 你要是能拿下一两家进驻你的底商 将会有一笔可观的现金入账 可见你燃眉至极 我可以给你推荐 但能不能成功 要看你自己的本事 真的 太好了 我这就赶紧去准备准备 老虎 留下吃饭吧 嫂子 你就别客气了 我这心里着急哪儿吃得下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好 好 您能提供我这么一个心啊 我真感激你 客气话别不说了 再见 走了走了走了 不了解了 好好好 子彤 子彤 过来 管老虎说你曝光它是怎么回事 打得越来越大 老虎的胡须都赶不换 我为外勒工讨欠款 那没错呀 我跟你妈妈本来就不同意你干这行 觉得你这炸炸糊糊的性格 不适合做这个 我 听我把话收完 那这一次挺让我意外的 我知道利用舆论 帮弱势群体讨心了 这是好事 像管老虎这样的商人 需要媒体监督 爸 您这是在表扬我吗 别太得意 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我跟你妈妈就会支持你 但有一点 给我做出点样子 要做就做好 要不就不做 谢谢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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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彤 快来端菜 好 来了 来了 谢谢爸 来 来